大家好,今年提早一些做月餅 今天做的是紫薯蛋黃冰皮月餅 不添加食用色素,用紫薯自身的顏色做出好看的淡紫色冰皮月餅 紫薯去皮後切成小塊 倒入鍋裡,加水剛好沒過紫薯 蓋上蓋子大火煮20分鐘 同時把鹹蛋黃也上鍋蒸,大概也煮20分鐘 蛋黃蒸好後放一邊放涼 這時候紫薯也煮軟了,把煮過的水滾出來,一會兒要用 趁熱把紫薯倒成泥 再加入一些糖 還有一些無鹽黃油 再開中火翻炒幾下 炒到紫薯線像這樣能成團,就可以倒出來冷卻一會兒 今天用的月餅模具是75克的 那麼紫薯線加蛋黃的總重量在40-43克之間比較合適 把紫薯線在手心中搓圓 中間戳個洞,捏成一個小碗形 包入一個鹹蛋黃 慢慢封口,最後再搓圓 月餅線都捏好以後,放冰箱冷藏一會兒 這個時間我們來做冰皮 冰皮裡需要用到三種粉 一個是糯米粉,第二個是粘米粉 它可以讓糯米變得不是太軟,有一定支撐力 還要加入一些小麥澱粉 它可以讓冰皮看上去有一些透明 再加入一些糖 接下來一邊攪拌,一邊慢慢的倒入剛才的紫薯水 把有澱粉顆粒的地方都拌勻 上鍋大火蒸,大約也是20分鐘 蒸好以後顏色會變得更加深一些 取出來之前把裡面的蒸汽水倒掉 趁熱加上無鹽黃油 這時候比較燙手,先用硅膠鏟來翻拌 拌到黃油基本被吸收 麵團溫度也不燙手以後,轉移到硅膠墊上 這時候需要戴上手套,用手來揉麵團 這時候的麵團非常粘手,戴上手套就輕鬆很多 像這樣反覆折疊幾下,麵團很快就變得光滑 搓成長條,用保鮮膜包起來,放到冰箱冷藏一會兒 一會兒放涼了我們再來包 這時候準備少量糯米粉,放到熱鍋裡炒熟 糯米粉有一些微微變黃就可以了 盛出來一會兒做防粘的手粉用 拿出已經放涼的冰皮 分成10個小段 每個重量大約在30-33克左右 加上剛才的餡料,每個月餅的總重量就在70-76克之間 取一小段冰皮,在手心裡壓扁 最好壓的周邊比中間稍微薄一些 取一個餡料放在中間 把冰皮反過來蓋上去 麵皮慢慢地往下推 再翻過來,把收口慢慢合攏 搓圓以後,表面沾上一些炒熟的糯米粉 多餘的粉再用刷子刷掉 月餅模具上也要撒上些熟糯米粉防粘 輕輕地壓幾下,壓出一個漂亮的月餅 這個月餅配方減少了不少糖的用量 中間的蛋黃,讓月餅吃起來甜中帶鹹,一點不膩 整個月餅的顏色也是食物天然色素,沒有添加 是一款相對負擔較小,又非常容易製作的中秋月餅 點擊我的月餅合集,歡迎您收看其他更多的月餅做法